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ES6函数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怎么写呢 上例子吧 我们在S2C下面 新加一个文件 就是2-8.js 然后先把它引入进来 2-8 大家回忆一下 在ES5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是会这样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求和的函数 sum 最后是求出两个数的和 比如说参数是s和y 这边我是不是只要returns加y就可以 然后当我定书sum的时候 比如说传入两个值 4和5 我们看一下结果 等一下这个结果 毫无疑问应该是9 对吧 这很简单 这是函数的第一种生命方式 其实在ES5当中 还有另外一种生命方式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复制 只给一个编量 比如说 sum等于function 然后还是传递两个值 大家看 这个我先注射掉 把这个输出 能够到下面 这边同样我去returns加上y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在ES5当中定义函数 但是这里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两种函数定义的方式 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大家知道吗 大家看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当前我调用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先定义 后调用 保存 当然结果是9 没有问题 但如果这样 比如说我先调用 在上面调用 在下面再定义 这样的话 这个代码是否会报错呢 大家看 你能够发现 同样数字9 它并不会报错 我们再试一下 下面这种写法 当我先定义 然后再调用的时候 它也并不会报错 因为刚才我们试过 那如果我把它放在上面 先调用 在下面的定义 会怎么样呢 大家仔细看 你能够发现 左边报错吗 什么错误呢 some is not a function 说明它找不到这个方法 那为什么这种方式 就不会报错 而这种方式就会报错呢 因为当我们用上面这种方式 定义方法的时候 会存在一个函数的预定义 相当于是我虽然是在上面 去调用的这个方法 但是呢 当它发现调用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方法呢 去在前面叫做方法的预定义 它会在上面预先定义好 然后呢 再调用 所以呢 这种方式 你先调用 还是先定义 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却不行 这个为什么这样 之前我们是不是讲过一种 叫做变量的提升 大家看 这种方式 相当于是不是我把一个方法 复制给一个变量 这时候 当我们调用的时候 大家看 比如说 我用var 大家仔细看哦 保存 我们前面学过 用var关键字 定义的变量 是不是存在变量提升 所以说 这时候大家看看 我输出这个sum 这个值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能够发现 是不是undefined 因为var关键字定义变量的时候 它是提升到sum的定义 最时候sum并没有复制 所以说是undefined 所以当我将用undefined 去括号的时候 自然会报错嘛 对吧 那如果我用lite定义呢 前面我们说过 lite是不是并不存在变量提升 用lite定义的时候 我们说lite不存在变量提升嘛 其实正常情况这边会报错啊 我们前面演示过 因为现在代码是写在 src这个wipack构建的环境里面 所以说这边也输出undefined 但如果你把这个代码 放在我们的static 不需要wipack去构建的时候 大家看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这样的啊 试一下 我直接在标准器里面运行 诶 那些sum是什么 是不是未定义啊 对吧 因为lite不存在变量提升 这边之所以刚才输出的是undefined 是因为src下面的代码 会被wipack打拨变异啊 这个区别前面没讲过 所以说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es5当中两种函数的生命方式 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这个区别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这种方式呢 存在一个函数的预定义 那在es6当中 如何使用建筑函数预定义呢 大家可以看啊 我呢先把这个代码粘过来了 这是es5的一种写法 我给大家演示 如何变形成建筑函数 那仔细看 首先建筑函数不需要写方式关键字 免得总打错是不是 很方便 然后呢大家注意 在参数和函数体中间 我们加一个等号大过号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箭头的形式 那仔细看 这是我掉的时候 比如说我传一个3和4 我们打印下这个结果吧 我把这个结果呢 放到src里面 输出 是不是可以输出7 对吧 所以大家看 其实它执行的效果 跟我们的方法经济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你注意 它的写法是不是会简单很多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同学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说 当他刚开始学习建筑函数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去写 或者说 当他看别人写建筑函数代码的时候 他搞不清楚 到底哪边是参数 哪边是方法体 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就行 注意啊 箭头函数的左边是参数 右边是函数体 你只要记住我这句话 就不会写错 再强调一遍 箭头函数的左边是函数的参数 右边呢 是函数的函数体 你就不会搞错 当然 对于这个函数 其实有用简体方式 什么情况下呢 比如说 当前你的函数体里面 只有一行代码 大家注意 我的函数体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行代码 而且还是return 回去这个结果 那么其实这个一段代码 可以减写成 这时候呢 大过话不需要了 另外return都不需要 大家看 其实如果你后面 只有一行代码的话 而且是正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边 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写 大家看这个结果 其实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ES6提供这个函数函数 对于我们定义方法的时候 其实会简单很多 对吧 如果这个你会问的话 那么呢 回答出一个小测验 大家看 我要问大家 这一行代码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仔细想一想 你觉得这行代码 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只要记住 刚才我说那句话 你就能够明白这意思 其实这行代码 是不是相当于 我定义一个方法叫做X 然后呢 它有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说 简头函数的左边 不是参数吗 而且只有一个参数情况下 参数的括号 也可以省略 那这个参数 是不是也叫X 右边是不是叫做函数体 说明它是不是就return了一个 所以说这句话 是不是相当于这三句话呀 所以呢 大家如果这句话能看懂 我相信你对 简单函数写法 应该就能够了解了 当然简单函数写法很简单 但是呢 简单函数 跟我们普通的函数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大家仔细看 我们先看PPT 第一个 Zs指向定义时所在的对象 而不是调用时所在的对象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举例子 比方说 我现在我在rt毛里面 我想增加一个按钮 比如说有个button 然后呢 这就叫点我 我给它起个ID 比如说叫做btn 然后呢 我在GIS里面 我想通过道路操作 获取到刚才那样一个按钮 怎么获取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Document.getElementById 这种方式 对吧 我用一个新的方式 QuierySletter 其实ES5里面提供一个新的API 相当于我在这个参数里面呢 可以写一个选择器 比如说我们警号 ID OK 然后呢 我把它复制给一个 比如说的oButton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能够获取到 当前这个对象了 比如说我输出一下看看 输出一下oButton 来看这边输出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按钮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向这个按钮啊 去绑定一个事件 比如说 我给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add 你慢点来死呢 第一个参数时间类型 click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哦 比如说当我点击的时候 我想输出这个里面的 this 应该输出什么 我们说一下 this叫什么意思啊 this叫做对于当前对象的引用 所以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分析 当前对象是谁 什么当前对象 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听啊 比如说 这个人是谢成 他在讲课 那你说这个他指的是谁 指的是不是谢成 再次听 那个人是小王 他在敲代码 你说这时候这个他又指的是谁 指的是不是小王 所以你能够发现 在我们汉语里面这个他 在不同的语境下 他指代的那个人 是不同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this 就有点像是我们汉语里面的他一样 他在不同的语境下 或者不同的情况下 他所指向是不同的 我们只要记住 他指向的是当前对象 所以我们要分析 当前对象 到底指的是谁 大家看 当前对象 我是不是给一个button 绑定的可力事件 其实这个this 指向应该就是我这个button 当前应该就是button保存 来看 比方说 我点按钮 在码第26号 输出的是不是我这个button 说明this指向是button 没有问题 可是我需求就变了 变成什么样呢 我现在只要点击 它是不是就马上 就会输出我这个button 我现在希望 这边有一个定时器 当我点击以后 你不要马上输出 等一秒再输出 大家想想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做setTimeout 它第一个函数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函数呢 是一个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 它会等一秒再执行 这时候 我把this的输出 放到setTimeout里面 我要问大家 当前这一行 this会取向谁 还是当前我这个button 这个对象吗 大家自己想想 我们看结果 这时候 我点击按钮 然后等一秒 会输出this 大家注意 这个对象指向谁 你有没有发现 它指向了window 为什么会这样 说明当前对象 是不是变化了 大家觉得 当前这个对象 其实它指的是 调用的时候 这个对象 注意啊 这里没有简单来说 这都是ES5的语法 调用的时候是谁 我们都知道 setTimeout 它相当于是 window下面的一个方法 对吧 大家看 这时候其实也不会爆错 点击它 等一秒 输出window 因为一般情况下 赛台冒前那个window 我们不写嘛 当前对象 大家注意 它的作用率 是不是相当于 在这个大括号里面 当前对象 是不是指向了 这样一个window 但是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还是想要等一秒再输出 但是这个this 我不想指向window 我还希望指向我当前 batton这个按钮 那在ES5里面应该怎么办 在ES5里面 一共有三个方法 可以改变this指向 分别叫做 call up add 和band 这里面我应该用谁比较合适 其实这里面应该用band 反正怎么写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点 band 然后呢 坛数传递一个this 为什么选择band 因为方法后面的band 它并不会对这个方法 立即执行 它会等到一秒的时候 再执行 那如果您用call 或者apply的话 这个方法 它会马上执行 然后呢 它的参数表示的是 我希望当前里面 这个作用率内 this指向谁 那么我就band 后面这个参数 就是要this指向的 那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this是谁 这个this指的 是不是应该是我外面的 这样一个this 大家千万不要够混 千万不要被这个this够混 大家看 这个外面的this 刚才我们输出过 它指向的 是不是我们这个obutton 那我就把这个obutton 传递到我这个参数里面的话 这时候 setMont里面的this 其实就会指向这个this 这个this指向的 是不是obutton 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 我们想到的结果呢 我简直一下 等一秒 输出button 这时候你发现 this就是我们要的 但是我们是通过band的这个函数 去改变了this指向 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箭头函数 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通过箭头函数这种方式 去改变我们this指向呢 大家看 箭头函数 这边是不是一个方法 刚才我们说 左边小括号表示参数 右边大括号表示我们的方法体 然后呢 这边再传接一个 一秒 在这里面呢 我再输出这样一个this 大家看一看 这时候this能否被改变 点击按钮 等一秒 大家发现 这时候的this指向button 为什么指向button 因为在箭头函数里面 this指向的是定义时的对象 而不是定义时的对象 其实在这个里面 定义时的对象呢 其实指向就是我们这样一个obutton 但是呢 其实很多同学并不理解说 什么是定义时的对象 什么是定义时的对象 其实大家要记住 在箭头函数里面啊 其实并没有this 箭头函数里面的this呢 其实是继承了它外面一层 执行上下文里面的this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里面没有this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会去 外面的执行环境下面去找 你觉得外面这个this是谁 指向是不是obutton 所以说this指向就是 我当前这个obutton 所以呢 很多同学说 我也搞不清你到底 什么是定义时的 什么是定义时的 但你只要记住 箭头函数里面 其实并没有this 你只要去外面找 就能够找到箭头函数里面 这样一个this 你听懂了吗 那箭头函数啊 从个this指向不同 它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大家看 不可以作为构造函数 什么是构造函数 然后呢 比如说它有两个参数 分别表示name和h 这个大people呢 我们就叫做构造函数 然后呢 listing name等于name listing h等于h 左边相当于是属性的名称 右边呢 指的是我当前传递这样一个参数 比如说 我们当前定义一个pe等于new people 比如说name叫做卸成 然后呢 h我传递一个34岁 大家看 我这边输出pe 大家能够发现 pe指向的是不是我people 对吧 其实这个时候 这里面的this 指向的是不是当前我的实际上对象 我当前实际上对象是不是pe 所以说 其实第38上这个this 指向的是我当前这个pe这个对象 大家再看 那比如说 我如果把当前这个people 改成箭头函数的形式 会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哦 atpeople 然后呢 等于左边是参数 右边是函数体 左边的参数是不是有name和h 在这个里面呢 this.name等于name this.h等于h 大家可以向左边 大家没有发现 这时候的pe 你发现 其实里面 什么也没有 文章说 其实这个代码的执行 跟我们实际的流行器的代码执行 不太一样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当前环境 是不是使用了wipack 去构建我们的代码 对吧 其实wipack 这个构建完成代码 里面使用了一个叫做evo 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把这个字符串 作为代码去执行 但是其实用evo 执行这个代码呀 其实它跟我们实际代码呢 会有些不同 大家仔细看啊 比方说 我现在直接把我 这个代码 粘贴到流行器里面 去执行 我们看一看 这个代码流行器里面 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对这 它能报什么错 people is not a constructor 所以说 其实 箭头函数 并不可以作为 构造函数的使用 这个constructor的意思 其实就指的 就是构造函数的意思 这个就是箭头函数 和普通函数的第二个差别 我们再看 它们还有差别 这种代码呢 我先给它注释掉 比如说呢 我现在这个方法 就是evo 然后呢 我先用es5的切法 假设 当我掉了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传递一些参数 123 我在这边呢 输出arguments 大家记得 我们在函数里面 有个参数叫做arguments吗 前面我们没想过 它是一个类数组 它可以接触到 当前这些参数 对不对 但是大家再看 比如说 如果我把它改成 箭头函数的形式 这时候arguments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哦 保存 你发现 左边是不是也能够输出一些东西 但你发现arguments 还是123J参数吗 并不是 其实啊 这个跟正常情况也不一样 因为你发现 它取消是wirepack的那些东西啊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 evo那个函数 影响了当前代码的进行效果 我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代码 粘贴到6暗器里面 看6暗器里面 到底怎么就行的 来看哦 大家报什么错 arguments is not defended 所以说 其实在箭头函数里面 并不可以使用arguments 这类型 那如果我还想接触 这个123参数怎么办 大家记得我们前面学过一个东西 叫做race的参数吗 其实可用race的参数 代替这个arguments的作用 大家看 在这个里面通过 点儿点儿点儿 比如说就做args 我呢 输出args 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其实就是我们的123 所以说 其实虽然箭头函数 并不支持arguments 这样一个对象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race的算数 这种方式 去代替arguments的作用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记者课 讲的一个叫做 箭头函数 其实我们在后面代码当中 我们定义方法的时候 我们都会以这种 箭头函数的方式去定义 它呢 会方便很多 我们再总结一下 箭头函数和普通函数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第一个差别 类似指向的问题 箭头函数里面 类似指向定义时 所在对象 而不是调用时 所在对象 其实ES5里面的类似 指向的是 调用的时候 它所在对象 然后呢 刚才我有说过 在箭头函数里面 其实并没有类似 它继承的是 它负一层的 负子的负 负一层的 直行下下文理们 那样一个类似 所以呢 我们只要往外面去找 就能够找到那个类似 第二个差别呢 箭头函数 不可以作为 构造函数的使用 第三个差别 箭头函数里面 不可以使用 arguments 这样的对象 当然我们可以用 ES6里面的 rest的运算符 去代替 arguments的作用 关于箭头函数的使用 我相信 你一定已经了解了 那么 大家是不是可以 打开你之前 写的一些代码 把之前一些函数定义方式 改成 箭头函数的形式了呢 大家加油吧